男人花一百万租了一间凶财 门卫带他进去前 竟然敲了三下门 接着才敢推门而入 他嘴上说屋子很好 眼神却飘忽不定 更让男人奇怪的是 门卫还当场点香 说进屋要叫人 进庙要拜神 离开前还在门外也点了三只香 男人并不在意这些 由于家庭事业不容易 他来这儿就是为了自杀的 只不过在上吊时 地上的白色床单突然立成了人形 从内渗出了大量的血迹 在跟男人对视后 门口的香突然就倒了 男人瞬间变了个人 在这空气跳起了舞 在这危急时刻 一个穿睡衣的道士 突然飞进来切断赏子 当他念奏的时候 被鬼附身的男人突然动手 道士将他按在了镜子上 趁机逼出体内的恶鬼 看到男人吐出三口黑血后 道士这才放心离开 经过了这一遭 男人暂时不想死了 只不过到了晚上 门外又传来了动静 他透过猫眼看了一下 在确认是个人后 男人这才打开了门 但女人却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他能看见屋内 有一个上吊的阿飘 男人什么都没看到 但他却更加好奇 期间有个好听的邻居 说2442不太吉利 让男人赶紧搬走 谁知等男人刚进去 又在走廊上碰到了阴兵 他学着女人的样子 背对墙壁不敢睁眼 这才安全躲过一劫 接连发生过这么多怪事 男人找门为了解情况 为什么这个女人 老是在我门口偷看 原来女人一家曾住在2442 她丈夫表面是个好好先生 背地里却是个禽兽 在帮双胞胎姐妹补鞋时 竟然把妹妹给玷污了 姐姐为了救人 拿起剪刀扎向男人 却不幸受伤去世 妹妹受不了打击 当场上吊而亡 这一幕刚好被女人看到 从那以后 她便精神失常 带着儿子靠偷吃共饭为生 得知这个情况后 男人想找道士帮忙 但双生鬼威力太大了 连道士都无能威力 只送了男人一张保命符 但意外再次发生 男人刚进家门 一般黑狗血扑面而来 下一秒 他被人勒住了脖子 脸上被贴上了紫色的符咒 就是这一刻 男人看到了双生鬼 还没看清长什么样 他又被双生鬼给附身了 九叔根本打不过 听到动静的道士赶紧来帮忙 两人合力将双生鬼打出了男人体内 但九叔却突然退出屋内 偷偷将自己的血滴在了丝线上面 然后才跟道士联手 将双生鬼困在了衣柜里 见双生鬼反应激烈 九叔借口说超度完 就会将柜子烧毁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将一碗湿油 从缝隙内倒进了柜子里 因为这个举动 导致双生鬼 被练成了更强大的湿柜 老头出门丢垃圾 突然看到楼道里凭空多出一个小孩 下一秒他就摔没了 但他给妻子托了个梦 梅宜吓得一机灵 看到丈夫的尸体时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于是就找到了出租楼里 精通阴阳的九叔 希望他让丈夫起死回生 九叔提供一个土方 他让梅宜挑一个阴冷潮湿的地方 然后用泥土盖住尸体 放在阴气最重的香山木棺里 然后每天用乌鸦血代替鸡血 放在心口的花挂上 效果好的话 头七这天就能回来 不过在这之前 九叔多了一个操作 他写了一张紫色的符奏 在尸体下巴点燃后 用莲花灯接了一碗石油 期间他的指甲差点开裂 接着将石油倒在了木偶上 这根本不会让人复活 九叔并没有如实告知 记住 千万不要把电脚拖下来 梅宜听信了九叔的话 回去就把丈夫的尸体 当宝贝一样供了起来 小白喜欢来家里玩耍 梅宜只能将卫生间关了起来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就把丈夫的尸体搬出来 给自己吃饭 还将每天遇到的事 跟丈夫分享 凡事还不忘叮嘱丈夫 这几天要好好照顾自己 梅宜越说越伤心 因为这都过了七天了 丈夫除了指甲跟头发长了点 根本就没有苏醒的迹象 于是梅宜再次找到九叔 希望他能再提供个土方 让丈夫尽快复活 我要的是童子的鲜血 你买得起吗 就在这时 门卫突然敲门 他此前在楼道里 捡到了梅宜丈夫的金牙 看到墙上的大片血迹 他特意去咨询了道士 想到梅宜丈夫离奇消失 道士推测说 这不是意外 很可能是被小鬼给吓的 刚好这栋楼里 只有九叔会养小鬼 为了证明这一点 门卫厚着脸皮走进了九叔的家里 他故意从兜里掏出五颗大白兔奶糖 看到梅宜在这里 门卫还上前打招呼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大白兔就少了一颗 门卫确认了道士的猜测 他本来还想打感情牌 毫不避讳地将金牙给掏了出来 阿东现在在哪里 九叔没有说话 但下一秒 身后的梅宜突然动手 将门卫砸晕了过去 为了掩盖真相 他又砸了好几下 确认门卫没气后 梅宜这才停下来 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 道士总觉得楼里乌眼兆气的 他想跟着小白去梅宜家看看 却被拦在了门口 小白自顾自地跑了进去 等道士离开后 失去理智的梅宜 亲手将小白送进了卫生间 希望小白的童子血 能够复活此举的丈夫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操作让丈夫瞬间变成了僵尸 只要这边八卦镜一动 附近一定就有僵尸出现 道士预感到不妙 立马前往阴气最重的九叔家 谁知刚进门 他的人自脱就拉丝了 地板跟墙壁全是血迹 道士不小心摔了一跤 一只手突然捂了上来 等到僵尸离开后 九叔这才松手 原来九叔得了肺癌 为了给自己续命 他不惜养了小鬼 但这远远不够 他让小鬼害死东叔 梅宜一定会找他 帮忙复活丈夫 这样他就能够将计就计 在借东叔练尸后 又找双生鬼戒尸还魂 这样就能够达到诫命的效果 但是他瞬漏了一点 梅宜为了复活丈夫 竟然间小白当祭品 还不停劝阻摘下了面罩 这才酿成了如今的悲剧 在这个结果眼上 意外再次发生 找不到小白的女人 打开了封印双生鬼的柜子 等在走廊上看到小白时 女人一眼就认出 儿子已经变成了小鬼 摩埃像洪水般爆发 女人提着一根棍子 准备找僵尸算账 虽然他不是对手 但女人坚持爬起来 打算跟僵尸拼命 最后他被僵尸戳破了胸膛 就在此时 邻居及时丢出火瓶 僵尸扑过来摔倒在地 本来都失去了战斗力了 但双生鬼却突然出现 他跟僵尸合二为一 成了更强大的尸鬼 男人也不是对手 被钢管刺破了胸膛 等道士赶到时 男人已经不行了 他让道士帮忙吸一口气 自己负责去消灭僵尸 道士在胸口画了一道符 帮男人暂时止住了血 然后在走廊上画出了结界 男人需要在一只烟的功夫内 将尸鬼困在结界里 否则他也出不来了 在尸柔的引诱下 尸鬼很快就来了 道士启动八卦结界 男人开始跟尸鬼拼命 但水木土结界都试过了 都没法将尸鬼拦住 道士只能加快转动速度 两看一只烟的时间到了 男人还没有出来 即便手臂都拧成了麻花 道士也不敢松手 在这个紧要关头 他将桃木剑丢给男人 为了救人 道士用丝线将男人跟尸鬼拉下高楼 此时他们都丧失了战斗力 梅宜突然从暗处走来 看着丈夫的肉身消失 他终于意识到了错误 用玻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这种楼里所有的怪事 只不过是男人在临死前 在脑海中产生的幻境而已 男人演了半辈子的僵尸 到中年却走起了下坡路 成了生活的失败者 但在幻想的世界里 他可以是救世英雄 这唯一的高光时刻 了解了男人所有的遗憾 好了我是AJ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连 我们下期再见